郭忠祥 大範圍的轉移 邊路一對一的突破 你得給吳星函 製造這種一對一的機會 上半場他這機會少 前面還說 下半場這幾分鐘 吳星函這兒 還創造出來幾個進攻機會 中場搶斷下來 艾克森給身後 吳磊 面對門匠 點球 採犯比尼 點球 這也是中場在搶斷之後 發動的一次快速進攻 吳磊這個一旦是給出身後球 他速度還是快 還是很有優勢 很聰明 這個球吳磊就是等著他 就等門匠這一下 對 就等門匠這一下 但是我很快 你動作一出來 我能夠搶先把這球給點出去 這個階段也是幾次這種轉移 包括過頂的這種長傳球 直線的這種傳球 讓對方 其實 我們看這個階段 菲律賓的後防線是有明顯的一個空間 而且這一次也是 剛才是中場是8號 剛才是8號在中場代球出現失誤 5號在上一場比賽就率先罰中點球 這次還是由吳磊來罰 吳磊他對這個進球這種結點的判斷 真的是一個前鋒的技巧 對 而且這是他的一個特點 就在內部這個區域 向前的那種插上 好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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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磊對關檔那個點球 罰得還是很不錯的 很有質量 非常放鬆 也別小看這罰點球 這種比賽當中 罰點球也相當不容易 對方的門將 西部曼也來回在門向上移動 來試圖干擾 來試圖 吳磊助跑 打門 沒有一些漂亮 騙過門將 向前輕鬆地推進了大門 1比0 其實確實像李鐵所說的 吳磊在 雖然現在是在吸引的這種鍛鍊 也使得他在回到隊內之後 這種核心意識 他有責任有信心 來承擔起這核心的作用 而且兩場比賽這個點球 造得非常聰明 罰的質量也很高 這個點球就是在壓力下 高壓力下的技術能力 沒錯 大範圍的轉移 邊路一對一的突破 你得給吳星函製造 這種一對一的機會 我們上半場他這機會少 前面還說 下半場在這幾分鐘 吳星函這兒 還創造出來幾個進攻機會 中場搶斷下來 阿克森給身後 吳磊 面對門將 點球 點球 這也是中場在搶斷之後 發動了一次快速進攻 是 吳磊這個一旦是給出身後球 他速度還是快 很有優勢 很聰明 這個球吳磊就是等著門家 對 就等門家這一下 但是我很快 你動作一出來 我能夠搶先把這球給點出去 這個階段也是幾次這種轉移 包括過頂的這種長傳球 直線的這種傳球 讓對方其實 我們看這個階段 但菲律賓的後防線是有明顯的一個空間 而且這一次也是剛才是中場是8號 剛才是8號在中場代球出現的失誤 吳磊是在上一場比賽就率先罰中點球 這一次還是由吳磊來罰 吳磊他對這個進球這種節點的判斷 這是一個前鋒的技能技巧 對 而且這是他的一個特點 就在內部這個區域 向前的那種插上 吳磊對關檔那個點球罰得還是很不錯的 很有質量 非常放鬆 也別小看這罰點球 這種比賽當中罰點球也相當不容易 對方的門匠希布曼也來回在門向上移動 來試圖干擾 沒有一些漂亮 打過門匠希布曼也來看過門匠 向前輕鬆地推進了大門1比0 其實確實像李鐵所說的 吳磊在 雖然現在是在吸引的這種鍛鍊 也使得他在回到隊內之後 就是核心意識 他有責任 有信心 來承擔起這核心的作用 而且兩場比賽 這個點球造得非常聰明 罰的質量也很高 這個點球就是在壓力下 高壓力下的技術能力 沒錯 打對方身後 好球 急停 漂亮 後點 有機會打門 很漂亮 球進了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在右路唐淼上面上說的 唐淼一突破之後 吳星涵應該到後門過 對 到後點 2比0 對 關鍵這個球就是 故事沒講 球進了 另外一點就是很有耐心 很有耐心 而且剛才是吳磊拉出來之後 吳磊把這個球傳到了 傳給身後 傳給身後 傳給身後唐淼 唐淼這個球 觸移的還是 對 這個球傳的這個腳法 也有點奇怪 我們看他傳球這個腳法 對方很難判斷這個球 而且吳星涵最後射門這一下 感覺還是非常好 這一下感覺還是非常好 其實這個球難度還是挺大了 他沒有拼命去發力 對 吃準部位這一下 吳星涵非常講究這一下 這一下打得還真是漂亮 其實這個球難度真的很大 好 走 走 挺後進了故事可以講 這個 湯姆森就問 就問我就是 就是那個 這個中國隊這個5號 他是踢左邊後衛還是踢右邊後衛 我說他是應該踢右邊後衛 那我就去左邊 他說他的身體太爪了 不對吧 他應該去右邊 對 他應該去右邊 對 打對方身後 好球 提停 漂亮 後點 有機會打門 很漂亮 球進了 這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在右路唐淼上面上說的 唐淼一突破之後 吳星涵應該到後門後 對 到後點 2比0 對 關鍵這個球就是 故事沒講球進了 另外一點就是很有耐心 很有耐心 而且剛才是吳磊拉出來之後 吳磊把這個球傳到了 傳給身後 傳給身後 是唐淼 但是唐淼這個球 觸移的還是 對 這個球傳的這個腳法 也有點奇怪 我們看他傳球這個腳法 對方很難判斷這個球 而且吳星涵最後射門這一下 感覺還是非常好 這一下感覺還是非常好 其實這個球難度還是挺大的 他沒有拼命去發力 對 吃準部位這一下 吳星涵非常講究這一下 這一下打得還真是漂亮 其實這球難度真的很大 這個球進了故事可以講 這個 湯姆森就問 就問我就是 就是那個 這個中國隊這個5號 他是踢左邊後衛 還是踢右邊後衛 我說他是應該踢右邊後衛